挂着大大绿色布条 还有绿色招牌 马上吸引路过民众目光 再靠近一点点 虽然桌球桌器材衣服都还在 但里头空无艺人 也不见工作人员进出 这里是位于台北南港的桌球馆 前桌球国手艺人江洪杰 正是这里的股东 台幕将近一年半 却无预警公布歇业消息 桌球馆脸书破文写下 因为内部营运集材问题 自28号起暂停营运 内部股东协商后会再另行公告 只是这消息也惊动学员家长 纷纷在文章底下留言询问 剩下课程如何处理 结束营业前 应该要先结算退费给学员吧 就在去年四月 桌球馆风光开幕 江洪杰身为股东 不少好友 前微捐 陈汉点离酒则都来站台 更何况粉专七月底 也才刚po三观优惠 您是用信用卡来刷卡付费者 此卡人可以向发改银行 来申请信用卡的争议账款 所需的停业证明 得以用业者8月28日的停业公告来证明 另外若是以现金付款者 则可以向法院来申请支付命令 保障您自身的权益 到底发生什么事 恐怕得等他和负责人出面说清楚 TVBS新闻年用程序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